新宇航空今天正式啟動臺中航線 首播包括了日本高松 澳門 以及越南縣港 臺中市長盧秀燕表示 目前臺中機場航線 已經恢復到疫情前的九成 並且宣布 虎航七月有三條新航線 是否能夠真的促進觀光 有觀光學者就認為 還有不少問題要克服 週日一大早 臺中機場大廳 就有不少旅客等著出國 新宇航空在這天舉辦 臺中航線首航儀式 首班飛機 飛往日本高松 臺中市長盧秀燕 致辭時加碼宣布 虎航確定 今年七月也要加開三條航線 盧秀燕表示 疫情後 臺中機場航線逐漸恢復 目前已有十二條航線 恢復到疫情前的九成 若七月再加上虎航三條航線 將會超過疫情前航線數 新宇航空董事長張國偉也看好 臺中機場未來發展 包括我們高雄的小港機場 其實它的運能也是非常的緊迫 所以我想臺中發展成為一個國際級的 這個航空站是在現實的現在這個條件來講 是非常有機會的 張國偉認為桃園機場及高雄機場 運能已經相當飽和 臺中機場因發展為陶機的備用機場 甚至是衛星機場 不過觀光學者認為 臺中機場目前仍有不少條件受限 黃振聰表示 除了航線班次數量等問題 會讓不少人還是選擇桃園機場 台中機場接駁也是問題 目前機場捷運可行性研究 仍在審議中 雖然中央已經針對臺中機場量能 提出整體規劃 但要真正提升臺中機場量能 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記者 邱智北王龍濤 臺中報導